李维两夫妻是华安人,经过老乡的介绍,到了港城谋生,但是夫妻俩也没啥文化,去厂里又过了年纪,在怎样生活,还是要过下去。 一筹莫展的时候,李维发现街上很多人都在跑人力三轮车,帮忙拉拉货。 李维四处打听后,也去买了一辆三轮车,每天走街串巷的帮忙拉货,挣点辛苦钱。 这个活计在城里名面上是不允许的,只能偷偷摸摸地东躲西藏,不然被城管抓住了,车子就得背扣。 这种车在当地叫白卵车,也上不了牌,平时城管管得严,李维一般都是趁着工家人没上班的时候出货。 要么就是等着工家人下班了再去拉火,平时大白天的是不敢在大街上乱跑的,但是李维干了一年多了,手里也没攒到什么钱。 说起来也真是邪门,李维的车总是被城管扣,每次都有各种理由,黄历知道城管查得严,但是怎么别人都没被抓过。 前前后后,李维都被扣了几辆车了,要不说人倒霉起来喝凉水都塞牙呢? 这不,黄历正在家门口鲨鱼,李维又一次提着个坐垫,垂头丧气地进了门,黄历听见动静扭头一看,看到李维手上的坐垫就明白了,眼睛里满是失望。 语气凉凉地说道,车子又被扣了吗? 李维将手里的坐垫狠狠地往地上一摔,妈的,可不是吗? 我差点就能跑了,就差一点,我就能跑了,真的是倒霉,天杀的黄皮狗。 至城管,夫妻两人来港城之后,租了一个小房子,每个月房租是二百元,就是普普通通一间小屋子,通水通电了,屋里一张床,一张小桌子,再没别的,虽然条件艰苦, 但是只要每天李维正常出活,一天下来还是能赚点,一年到头也能攒一些钱,但是这李维不知道说什么好。 这才不到一年呢,已经被扣了六辆车了,每次刚买了新车,积极赞赞,有个一千来块的时候,车就没了,就跟今天一样,拎着个坐垫回家,黄历都已经习惯了,但是想想还是生气,坐垫可以拆下来。 李维说这是城管扣车的时候,自己拿下来的,虽说这坐垫拿下来没啥用,但是起码心里舒服一点,看着家里这都第六个坐垫了,黄历不可谓不恼火,黄历看着坐在一旁的李维,叹口气道, 李维,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?你看隔壁的老郑,他也是跑三轮车的,这都跑了一年多了,每天都出去,一次都没被抓过,听说去年还往家里寄了一万多块钱呢。黄历心里是羡慕的,为什么偏偏到了自己家,就这么点被,李维在旁边捶着脑袋道,估计我不适合干这行吧? 哎,今天这事儿一定和早上那个香巴佬有关系,说不定就是他去举报我了,说起来这事儿也怪我,要是我不找他要拿一块钱,也不会把他惹恼了去举报。 黄历听得迷糊,什么香巴佬?什么举报?你骑个车怎么还扯上这事儿了? 黄历顺势倒在屋外放着的垫子上,双手垫在头下面,看着外面情好的天空,跟黄历说起了今天的事儿,早上六点没到。 天刚蒙蒙亮时,李维踩着刚买不久的三轮车去安路码头接生意,安路码头在港城临江路,轮船是从兰西锦江开过来的,两地隔着一条浑浊的兰西。 每天第一班从锦江码头开过来的船上,大部分的乘客是兰西农村里的农民,他们挑着自己种的花生和番薯,一早从自己的家里坐头搬车来到兰西码头,再乘轮船到港城安路码头,然后调到临江路上的十三层大厦后面售卖。 李维就是趁这班船上需要雇车把东西送到十三层的人多,所以每天起早到这里拉生意的。 随着一声划破天际的汽笛声响起,在码头等候多时的李维,第一个踩着三轮车,冲到一位刚刚从船上卸完货的老农面前,问是否需要三轮车,常年的朗客经验。 李维能精准判断出谁会是自己的客人,他这次看到老农面前摆着四袋的花生,料想老农不太可能用肩膀挑,所以,一上来就问是否需要车子。 果然,老农说需要三轮车,李维赶紧从车上跳下来,把老农的四袋花生提上车,放在乘客放脚的位置。 老农随后坐上了车,用双手静静拉住四袋花生。 三轮车就向十三层骑去了,按路码头离十三层大约两公里的路程,骑三轮车十几分钟就到了。 按理说,这趟生意没什么悬念,人和货拉到后,双方一手交钱,一手卸货就可以各自说白白了。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交钱这时上,三轮车到达十三层后,李维卸掉车上的四袋花生,老农慢慢地解开外衣的扭扣,将右手穿过里边一件容衫的领口,伸入贴身的一件发黑的白衬衫衣兜里,套出一个布包。 他颤巍巍地将布包一层一层地翻开,接着用右手的食指在舌头上沾了沾口水。 在一叠零钞中抽出一张五元纸币,递给了李维,老师伯,要六元。 我不是第一次叫车,每次都是五元的,你怎么比别人贵啊? 你之前是不是只有两袋东西? 两袋东西,我也是五元,你今天有四袋,中了很多,我只加收你一元,你没吃亏的。 刚刚坐轮船时,那个卖票的女的就要我多买一张票,现在你又叫我多加一元,坐轮船还有其他人一起,没办法,我只有多补一张票。 但是你这个三轮车,我是包车的形式,你没道理要求我加钱。 老农说的有条有理,包车是没错,但包车也要看重量的嘛,四袋花生都有二百多斤了,我才骑车来很费力啊。 老农就是不愿意再多付一元车费,李薇怒气冲冲地站在原地没动,双眼咄咄逼逼人地望着老农。 老农闭开李薇的眼睛,自顾自地整理起了花生,巷龙里负责将护过秤的老太婆,看看情形不对,赶紧走上前打圆场说,和气生财,一块钱也不多,骑三轮车的也不容易。 我知道的是,重量超标时,多给一元车费也是有的,你就给他吧,一会过正时,我这边的历史钱少一元吧。 这样你也没损失,老农抬头看了看老太婆,又看了看三轮车夫,心不甘情不愿地再次重复着先前的动作,抽出一张一元纸币,气呼呼地网呼呼地往李薇面前一扔说,拿去吧, 骑白卵车也遮腰牛。 李薇没接住钱,想发作,但又忍住了,他默默地弯腰捡起地上的一元纸币,跨上三轮车,调转车头往临江路上的一棵榕树方向骑去。 李薇最后跟黄历补充说,我回头看那个香巴佬时,恰巧发现他在用老太婆家那台放在窗台上的电话,一定是那个香巴佬投诉了我,把城管叫过来了,我没骑出多远,就被半路上冲出来的城管抓住了,车子就这样被扣走了。 黄历听完丈夫讲的故事后,叹了一声说,又要买车子了,才刚刚存了一千元,说完端起刮完鱼鳞的几条鱼,出门冲洗去了。 黄历心里总觉得奇怪,一个乡下人,怎么会知道城管的投诉电话呢?他纳闷归纳闷,但也没有明问,因为他知道李薇的脾气不好,尤其是在这样车子被扣的情况下,人家本来心情就不好,问多了容易吵架。 黄历很早就听说,临江路上有棵大榕树,榕树下每天有人玩牌,有几个骑三轮车的人是那里的常客,他们往往把车子停在一个隐蔽的巷笼里锁起来。 然后去玩牌,饭点到的时候就散,饭后又不约儿童的儿童的汇聚一块,继续玩牌,午饭过后,黄历跟丁建说,你去了解一下,看哪里有卖二手车的,要不咱们先买辆二手车齐齐,买新车,好像钱还不够,黄历带丈夫出门后,他想去大榕树那里看看,反正也不远,闲着无聊,丈夫车子被扣。 自己心里也不好受,出去走走全当散散心吧,他来到榕树下,果然看见有四五个人在玩牌,他在旁边站了一会,有四个人在玩一种叫二八杠的赌博,有一人在飞住,飞住的人没有摸牌的。 他把一张十元的纸币压在顺门位置,对庄家说,老王,你该输点钱出来了,早上你把阿威迎惨了,听说人家今年已经输掉了六辆车。 那个叫阿王的人说,那能怪我吗?是李威他自己压太大了,他想一下子回本,运气又不好,之前他欠我一千多了,只好用车子还了。 黄历听到这里,只觉得一阵眩运,他哆嗦着双腿,来到不远处的十三层,那里的老农正在收拾蛇皮带,旁边一位看起来像是老农儿子的年轻人说, 爸,你以后来这里的时候,不要到的当天给我打电话,你要早一天打给我,这样我可以去接你。 老农说,你上班也辛苦,爸想让你多睡一会儿,这不,爸早上一到就给你打电话了,来得及。 黄历望着这队走出十三层的父子,心里什么都明白了,原来辛苦了这么久,全是李威那归孙,把钱输掉了。 还谎称,车子被城管收走了,真是苟改不了吃屎,谎话连篇。 黄历没有当场去找他麻烦,毕竟面子过不去,至于等他回家后怎么算账,就是后话了。 韩服老农说,我来觉得 swallow又受不了是白人的社称的, 老农说 ml还有p